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7月13日 巴黎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刚刚成立 女排主教练蔡斌也接受了媒体采访 对球队备战 巴黎奥运目标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都做出了回应 下面来看具体情况 张州集训仍保留16人 徐晓婷等人三均为自愿随队继续训练 很多球迷也观察到这一细节 这就是在张州集训的球员 并不是上报巴黎奥运会的13人 而是16人在集训 上海二传徐晓婷 江苏自由人倪飞凡 山东复公王文涵仍在跟队训练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蔡斌给出的解释是世界联赛结束后 他们三人一直在张州 中国排协公布奥运参赛名单后 他们也愿意继续随队训练 因此在中国队前往巴黎之前 会和队伍在一起 这三名球员甘当绿叶 其实这一做法行之多年 16年里约奥运会出征前 自由人王孟杰就在训练基地 为朱婷 张长宁等人送行 他是最后一位被淘汰的球员 虽然明知道无缘奥运会 但为了能够保证队伍的日常训练 这些绿叶球员也会默默地付出 为女排奥运取得佳绩 奉献上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三名球员里 徐晓婷最遗憾 王文涵最无奈 倪非凡最可惜 之所以说徐晓婷最遗憾 是因为他的入围概率最低 且外界也一直呼吁徐晓婷进军奥运会 即便无法进入12人名单 也应该给他一张P卡 毕竟替补二传丁霞伤病严重 需要有一位可替换的人选 当丁霞进入奥运名单后 大家都在为徐晓婷感到遗憾 从事联赛发挥来看 徐晓婷的表现不比丁霞差 甚至还要好 和郑一新的配合更加的流畅 可惜到了竞争名额的关键阶段 徐晓婷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机会 总决赛期间更是全程拍手 毫无出场机会 王文涵应该算是最无奈的球员 作为是联赛的第四复工 王文涵按理来说 应该会进入奥运会大名单 没想到连曾杰雅 万子月这样的 没有参加集训的球员 都进入了奥运25人名单 结果就是没有王文涵的名字 而且他还要留到最后当陪练 如果一开始就不想抱王文涵的话 为何还要把他带到国家队呢 又为何还要把他变成第四复工呢 既然国家队想找个陪练 为何不找比王文涵更出色的杨涵玉呢 王文涵的无奈在于 明知道就算袁新月 王元月和高毅等人受伤 因为没有进入奥运名单 他还是无法身家巴黎奥运会 其他的徐晓婷 倪非凡按照规则 开赛前起码还有临时换人的机会 倪非凡是最为可惜的球员 一是 皮卡规则公布后 很多人都觉得皮卡应该会给自由人 以防王孟杰的腰伤 二是 倪非凡作为下界女排主力自由人的候选人 应该会带到奥运舞台去感受氛围 或许是总决赛糟糕的表现 让他入围奥运功亏一篑 另外 本周期倪非凡也算是一个悲情人物 王孟杰第一年为入选时 倪非凡应该接班 可惜蔡斌用了王维一 随后又召回王孟杰 后面的比赛中 倪非凡的一传弱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也没有太多上场机会 一个周期下来 倪非凡似乎就接了总决赛一场球的一传 如果能够早锻炼的话 一传也许就炼出来了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十几天时间 这期间上报13人中 仍有可能发生意外伤病 徐晓廷等人本身也是备选球员 另外 他们出于国家队备战巴黎奥运的需要 参与到队内对抗训练 对自身技术水平提高 也是很有帮助的 2016年礼约奥运会 老将曾春蕾也是陪伴到队伍到最后 中国女排巴黎奥运首先打好小组赛 蔡斌认为意大利女排独一档 对于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的目标 蔡斌显得十分低调 郎平之前在大赛前都是喊出升国旗 奏国歌 要站上领奖台的 蔡斌对于球队巴黎的目标为 首先打好小组赛三场比赛 然后再一步一步往前走 的确 中国女排现在不具备冲进前三的绝对实力 对于奥运会的各个对手 蔡斌认为意大利女排夺得了今年世界联赛冠军 他们实力很强 攻防均衡 相比其他球队要高出一筹 其他球队 比如中国 美国 土耳其 巴西 波兰 塞尔维亚 蔡斌认为都有比较强的实力 谁能够走得更远 就是取决于比赛时的状态和发挥 看来蔡斌把中国女排与这几支球队 放在了一个水平线上 谈到中国队三年的球队建设 蔡斌认为符合自己的预期 对眼下球队的备战状态也感到满意 不过 有球迷也认为 既然球队建设符合你的预期 那王云露今夜这些被蔡斌重点培养的球员 为何最终又被放弃了呢 女排主力框架中 又有几个是蔡斌自己培养的新人呢 朱婷为球队不可或缺 训练状态良好 大赛经验将帮助到女排 球迷十分关心朱婷的情况 蔡斌对此也做出回应 蔡斌称 朱婷在训练中很投入 她的能力和经验以及关键球的处理 对球队都有很大帮助 朱婷在世界联赛期间 腰部不是手腕就伤也有一些反应 蔡斌说不管是比赛 还是训练 都会根据朱婷自身情况和感受 来做出安排 在确保健康的前提下 发挥朱婷的作用 在中国女排的最新训练画面中 细心的球迷发现 在镜头中并没有看到 女排核心之一的李盈盈 这也不免让大家心里打鼓 难道她受伤了还是别的原因缺席呢 李盈盈的出色表现 也能够受到国际排联的青睐 成为国际排联的亲闺女 是其赛事联赛的优异表现赢得的 希望李盈盈尽快扛起中国女排的大旗 成长为像朱婷一样的排球明星 以李盈盈为进攻核心的中国女排 定会取得好成绩 说实话 李盈盈的腿伤也一直让人担心 作为球队的进攻核心 李盈盈对于中国女排 是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旦李盈盈不能打了 中国女排奥运会上不会走远 当然 中国女排要想打出好成绩 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 就像木桐理论里所说的一样 一个球队能否走远 决定在短板上 中国女排的短板可能就是二传了 刁林宇首次出征奥运会 虽然年龄不小 但经验还是有所欠缺 而她的替补丁霞 丰富的大赛经验 应该是她能参赛的最大一仗 但是一个跑不动 跳不起 摔不了的二传 能否在关键时刻发挥她原本的技术能力 实在是不让人放心 此外 中国女排近三年来 一直是难以解决 李盈盈对角主攻的问题 相信有近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 朱婷与队友的磨合 默契性都得到了提升 从记者拍摄的画面来看 朱婷训练状态良好 虽然朱婷已经年近三十 但是对奥运会这样的大赛 还是需要一位老将来压场 中国女排将于二十日出发 前往巴黎参加奥运会 大家如何看蔡斌这番采访 三年来的球队建设达到预期了吗 从她的表述来看 中国女排的目标至少是小组赛出现 晋级前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